澳洲的昆士兰水患持续扩大 布里斯本现在也成为重灾区 慈激人持续关注 今天早上7点半钟 台湾本会以及澳洲分会 布里斯本黄金海岸联络处 都已经展开了视讯会议 掌握最新的灾情 协调出救灾方向 目前布里斯本慈激志工 持续在收容所关怀 也准备了1300份限制卡 今天就发出了297份 另外还有毛毯和生活包 提供给灾民及时需求 虽然目前大水逐渐退去 居民返家清扫 而志工也将在明天开始 协助居民进行清扫家园的工作 收容中心里一声声问候 与关怀安抚撤离居民的彷徨 在澳洲布里斯本大水开始消退 志工勘灾救灾工作的脚步 却不曾慢下来 谢谢 谢谢 那我们昨天自己 有出去外面那个看灾啊 有很多地方的道路 都还是淹水嘛 那今天的水位 也开始慢慢地都退掉 有一些道路都开始 重新开放了 收容中心里面的那个灾民啊 也开始 这个逐渐在 回到自己的家园 开始进行打扫的工作了 居民开始返家打扫 慈禁人在积极的协调下 敲定将从15号上午7点开始 协助受灾人家 清理家园 今天也跟那个 布里斯本市的副市长办公室 有做了一个协调 明天开始会 开始动员志工 去那个 去各个受灾的地方 开始的TM打扫 目标在布里斯本 河以南的地方啊 也就是像那个南岸公园啊 还有这些 几个比较低洼的地区 同样是15号开始 没受灾的地区 也要动起来 一连两个周末 志工将展开街头雀幕 第一步先从雪梨开始 在雪梨的地区很平安 我们要为灾民做一些事情 也唤起人们的那份 善心爱心 那来支援祝福他们 最重要我们在会所 我们有拜金 然后每天祈祷 全道也做祈祷的活动 可能会一天一次 会在街头那边 也会做祈祷的活动 平安的人 祝福帮助受灾的人 灾难过后 面对慢慢重建路 要看见人性最真的光辉 大爱新闻综合报道